在疫苗研發領域已經合作了 好 各位 今天人才祭祭 你見到兩位教委 Alan和Ron 還有我們 Peter 生物化學 化學生物博士 當然還有我們Jeff 對不對 今天大家都知道 應該猜到說什麼 Coronavirus York Region School 特別忙 有一萬個 差不多一萬 要求很多同學 希望如果有病 就不要回上課 尤其是由中國回來的學生 應該留在家裡 希望可以戴這個口罩 但是好像今天 York Region School 鬆了一些 可能說不需要 其實大家可以講講 當然我們有 化學生物博士 就是 在那方面 Peter會跟我們 講一下 這個 Virus 怎麼樣 為什麼這次這麼害怕 還有 大家 是不是需要這麼害怕 從一個生物角度 從一個 比較上科學化的角度 大家說 那跟大家打個招呼 A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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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llo 兩位都是教委 還有Peter Hello 化學生物 生物化學博士 還有Jeff Hello 今天現在還沒開始 可以先講一下股市 沒有準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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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股市 上個星期跌了一跌 然後又升回 今天跌得很厲害 跌了大概600點 因為川普出來 那段消息說 所有美國的 State of Emergency 說在中國的飛機 不可以在美國降落 我相信這個是新聞 是嗎 不准降落 我以為 他說在中國過來 如果去過武漢十四天 就要 扔回前頭 要扔回前頭 要扔回前頭 如果說錯了 是扔回前頭 是扔回前頭 不是扔回前頭 有些扔回前頭 暫時沒聽到扔回前頭 OK OK 各個國家都很複雜 是啊 很密集 我們是不是要帶 還可以的 現在出聲來的 出聲 差不多 一like就 好 所以這個就是 我飄我自己 給他一個音樂 好 好 各位朋友 來到家國生活 今個禮拜 我們也繼續說回 武漢肺炎 在座 你看到有很多位 人才濟濟 有我自己本身 阿力燒 在我旁邊有 錦國成 你好 藥克區教委 Ron Lin 中文名是什麼 林經浩 林健浩 也是藥克區教委 還有Peter Peter Lau 就是我們 化學生物博士 跟大家打個招呼 Hello各位 我中文名是劉振瑜 還有Jeff Tam 我們的經濟家 謝謝 好 今天要講的所有題目 Jeff 你可不可以幫忙主持 好 高校 如果你現在聽到 是有小孩子回學的時候 在說 究竟爸爸媽媽 我要不要戴口罩 你可能會 視乎你在Richmond Hill 哪一間學校 收到學校給你一封信 去建議你做 或者不做一件事 就變成了很多不同的看法 我們的新聞角度 今天就是想將不同的角度 帶出 然後就說 不是說比較 或者鬥哪個想法 是好過另一個 只是想給你一些資料 你知道 讓你可以自己做一個決定 就變成請了 Ron和Alan 因為兩個人 他們這陣子 都跟很多不同的家長 去聯絡 他們的資訊 就比較是更新 所以我不要浪費時間 就交給Alan和Ron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因為第一次在農曆新年 在電台和大家聊天 過去一個星期 我和Ron都收到很多家長的來信 即是電話 或者電話 是關於疫情的 但這個情況 我也想和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在加拿大我們有三級的政府 每一級的政府 包括教育局 都有不同的範疇 如果你說 有些家長說 我們可不可以叫小朋友去 冬天 這個純粹都是 Health Canada 即是Federal Level 去到處 因為當一架飛機 從海外 去到加拿大 多人多 降落的時間 我們Border 那個Department 等等的同事 就會去檢疫 如果 一架飛機 是從中國大陸過來的 大家都可能 比較擔心 但是如果經過關口之後 Border那些職員 他覺得 又問過他們問題 又不覺得他們發燒 基本上 旅客就可以去入境 所以這個就是 一個Federal的範疇 但是去到Provincial 你經常都可能 在電視上 都見到一個叫Dr.David William 他就是安省 健康廳的 首席官 他做的事 就是 因為 安省整個健康系統 都是由 Ontario Health 去負責的 所以 比如說 戴口罩 或者我們 這個 城市 或者在多人多 或者約克區 是不是要 由低風險 到中風險 或者高風險 全部都是關於 這個部門去處理的 但是你說去到 再低一級 譬如 York Region Health 譬如 如果在York Region 在Markham 突然間會發現到 一個人傳人的新症 那麼 York Region 就很緊張 他們負責的事 就會在York Region 去做一些 的處理工作 譬如 前幾天 我們都有 兩個確診者 都在多倫多 所以 Toronto Health 都發言人 出來 MEDICAL CHIEF 又出來 跟大家說 沒事的 因為 兩個確診者 都是由 武漢直接搭飛機來 他又戴口罩 又沒有出街 所以很安全 所以其實 每一個 的 政府 都負責不同的範疇 但是去到 教育局 其實教育局 都是安省 給我們權力 去做的 所有 關於 教育的事 全部 都是在 Education Act 裡面 其實在Education Act 裡面 教育局 都沒有什麼權力 主要 我們的權力 都是由我們安省政府來 所以 有很多家長問 我可不可以 給小朋友戴口罩 我們可不可以 叫小朋友 如果在中國大陸 剛剛回來 可不可以叫他隔離 在教育局來說 我們沒有這樣的權限 如果 譬如 Ontario Health 或者Health Canada 有這樣的指令 這樣又不同 因為他給了一個權力 給我們 所以我們也可以做 但是 其實 我也想說一下 因為過去 有很多家長 特別是Ron 因為他 那個區 都是在 二三六 有很多 華人家長 真的覺得 現在的情況 是他們想像不到 原因是為什麼 譬如現在 剛剛世衛 差不多每一天 的更新都不同 你說昨天 就說 現在是 global emergency 但是你會看到 加拿大 我們都是控制著它 因為 還沒有任何疫情 是人傳人 所以你會看到 我們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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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 所以你看到 咦 其實 上面最高 那個 不做事 應該說 還沒有做事 所以下一層 譬如安省健康廳 或者去到約克區 健康辦事處 他們全部 因為上頭不做事 不做 所以下面就不能做 所以下來 教育局基本上 都很難說 因為我們譬如 萬錦市 利致文山 都有很多華人的家長 華人的家庭 或者聚居的地方 所以去到現在的情況 我們都是 這個小的地區 我們都很害怕 隨時都有一個 大規模的爆發 因為大家都知道 農曆新年差不多結束 所以有很多旅客 可能在中國大陸 會回來 多人多 特別是萬錦市 利致文山 如果最上部門 他們 譬如都沒有實行 這個譬如 14天隔離 你覺得 會不會有一些 乘客 可能他其實都有病 還有 就算他說不發燒 原來 這個也是聽回來的 不知道是不是證實到 就算你染了病 他都可以傳染的 甚至是被發燒的話 這個可能問Peter 會比較清楚 但是很多家長 都很擔心 會不會是因為 那14天的潛伏期 萬一 在小學 或者中學 小朋友玩得那麼近 可能不小心碰一碰 就會惹了病 所以家長就會提出 要求在可不可以戴口罩 或者可不可以 要求那些小朋友 如果是回到加拿大 讓他們做一個 14天的空間 這樣 所以 其實我和Ron 過去一個星期 都差不多 天天都和我們的 導演 即我們教育局局長 都是爭取 希望讓家長 可以自由 去選擇 給不給小朋友戴口罩 但這件事 我都會讓給Ron 因為 他實在 我做了 教委員 都14個月 我看到他這次 處理的事情 是非常成熟 所以在這裏 我都讚讚Ron 真的是一個戰友 是很好的 大哥的情況 就是這樣 所以我稍後 就跟Ron 說一下 但是 給他講之前 我也想講一下 其實 一個教育的機構 我們都覺得 給一個地方 給小朋友去上學 我們希望 小朋友 是覺得那個地方 是安全的 如果 有小朋友 看到有一些 家種容許 一些學生 去戴口罩 他可能都會想 咦 為什麼這個小朋友 會戴口罩的呢 可能都會問一問他 你是不是病啊 這樣 如果小朋友說 其實我不是病 我怕染病 在他的心理上面 他會覺得 咦 其實這個學校 安不安全呢 所以我們希望 做教育工作者來講 我們是希望 給一個 safe space 給學生去知道 其實你上學 是非常之安全的 所以 理論上 你就不應該戴口罩 因為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但是因為 基於 現在那個 加拿大政府 都沒有一些政策 可以令到家長安心 所以家長呢 既然都沒有這樣的信心 我相信就是這樣 就希望 可以自保 所以希望家長 給小朋友 可以戴口罩 我說到這裡 我也給其他的時間 講一講 他那個 我們怎樣 跟教育局局長 去斟酌的情況 自從發揮 no holds bar 因為你厲害 不要這樣說 多謝Alan 他剛才從三級政府那裏去講 我自己就想由一個角度 是由上星期 但是 開始在哪一個位置 去到 令到我們 作為一個 Elected Official 以及自己會很緊張 就是在 1月21日 January 21st 在美國第一個確診的案例當中 然後 群組 WeChat 那些家長 就開始很擔心 23、24、25日 是一個很重要的 當日是由25個 變成41個 我已經講了 Death Toad 25個變成41個 是60%的Death Toad 然後41個去到55個 是再一個35% 只不過短短在7天的時間 我們今天去到 有多少個 我們今天已經去到 259個 尤其是我們在華人的圈子 因為在整個加拿大來說 有萬感Richmond Hill 這個區域 是一個很unique的區域 這個區域 是一個很highly dense的 Chinese population 所以作為教育委員 我自己也是一個爸爸的時候 我非常非常明白 那些家長 無論是香港的家長 中國的家長 他們在不同的群組 所發出來的表達 我們都要完全去到 聆聽他們 還有他們選我們出來的時候 我的工作就是作為他們的聲音 撇開任何的 背景 我的工作就是 作為教育委員 就是聆聽他們的聲音 在教育上 這次所發展的事情 是一個安全的問題 很多人會說到 這是一個生與死 因為那個 virus實在是很新的 我真希望 有Peter 可以給我們一些專家分享 其實自己 從22日開始已經看了 每天都要看這些 其實我也很尊重 我們都會看到這個 我個人的經歷 我也很信任加拿大的 健康系統 因為在2014年的時候 自己的家人被這個健康系統 照顧得非常體貼 是一個 almost death的情況 我對加拿大的健康系統 不是有那個信心 而最重要 我想我們在這個 教育局的層面 剛才Alan說到 我們有些事情 很想做 但是有少少的製造 在當中 因為我們是教育委員 我們不是那個 Executor 我們不是那個CEO 即是 Director of Education 去到法指令 如何做 有什麼的概念 去做 最多個我和Alan 所接到的就是 很簡單 麻煩給我 我要戴口罩 你們學校有沒有 敷衍給我 為何有 為何沒有 為何我不可以戴 這些問題 我可以逐一個 去跟大家說 我想最重要 先說了口罩 其實我們 約克區教育局 指引 直到昨天 直到現在 都是 不去到 就是 not advice to wear mask 就是叫他們不要 但是過往的 大概七天裡面 那個訊息 就是可不可以戴 我們在約克區 那個指引 是一個很硬的 no 我自己去到 聽這些 家長的訴求的時候 我自己就開始去做 research 我親自去reach out to community 跟health professional 聊天 跟家長聊天 因為我自己在學校裡 我就跟一些 幼稚園的媽媽聊天 她說 你會不會戴口罩 她說 不會 我問為什麼不會 因為小朋友太小 大了上去 他就會 第一 他不適合尺寸 他會摸來摸去 很多小朋友 我聽到的 feedback 就會回到學校 基本上 你的大人 不觸碰臉 這幾天我們要很刻意 不觸碰臉 也挺難的 你在碰臉之前 你要去找一支 敷衣服 自己都要很 要很自信 那小朋友 就更加去到 未必控制得到 但同樣的時候 也有 feedback 她說 如果那個小朋友 是 mature enough 她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 很危險的時候 她會戴口罩 但整體的指引 基於York Public Health 我自己已經下載了四份 現在你只可以下載到一份 因為她每天都更新 即是你沒有了舊的 我由23號 28號 30號 和31號 四份York Public Health的指引 我自己都很幸運下載了 因為你按同一條 link 已經更新 你找不到舊的 第一個指引 是三個page 很短很短 說得很簡單 是23號 然後你看到28 30和30 是即時 因為很短的時候 她要作出一些很緊急的 更新給弱克區的市民 今天那個就是 宣布了昨天世衛的 Emergency 以及他們到第二個指引 開始有提Mars 她說Mars 不是一個 因為 因為David Williams 以及 Dr. Teresa Tam 即是在我們 Health Canada 那個 的醫療 還有 我們的 Chief Medical Officer David Williams 我也同意 其實他們當中說的 因為如果 你的Mars 反而帶了 你有時候 要拉出來說話 摸一下它的時候 你的手就會碰到那個Mars OK 我同意她 但是同樣 我自己的敏感 那些居民 絕大部分 因為他們是有那個 背景 他們有SARS 那個背景的時候 你去到 你去到跟她 絕對性 說不可以 戴那個Mars 對她來講 可能是一個 offence 我去到今天 去到跟 Director 去到 去到 周旋的時候 我標了四個 跟她說 現在不是那個 戴和不戴的問題 第一 現在我要把你的Message 將我們 清晰的Message amplify 就是要放大 就是說 要真是讓家長 明白到那個 medical reason 戴的好處 壞處 和不戴的好處 壞處 而我給到 Director 那個Message 我需要她 讓我們知道 如果真是 學生 那個爸爸媽媽 要她戴的時候 我看不到任何的法例 容許我們 作為教師 作為校長 作為心思務 教育總監 是不可能去除她 那個口罩下來的 OK 但是 指引就是 不鼓勵戴 某一個 我自己都覺得 是valid 的 scientific reason 但是我們 不可以 絕對勝了 她一定不准戴 這個是 不是太理想的 過往這幾天 就是今天 我寫了四個 事件給總監 之後 總監今天親自打電話給我 接著就打電話給我 接著就打電話給我 我們今天有個 特別的 teleconference 在這個 teleconference 裡面 在那個FAQ裡面 他就放鬆了 那個字眼 起碼最重要的字眼 那個no 取消了那個no字 對我來說 取消了那個no字 是一個很大的 milestone 一些家長來講 因為他們實在太擔心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要長大的時候 老師會邀請你 除掉他 接著不肯除 校長邀請你 除掉他 你不肯除 校長就有個責任 和權力 是這個指引來的 由cine management team 他們就是打去 跟家長解釋 到最終如果那個小朋友 都真的不肯除的時候 Let it be Let it be 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而且過往 今天總監在我們 teleconference 告訴我們 其實整體來 整個York region 戴口罩的情況 不是很嚴重 也是一個好的情況 說了這麼多 我也想聽一下 一些嘉賓的分享 我一會兒可以補充一下 其實也很感謝Ron 因為他過去幾天 真的搜集很多資料 和大家 例如我們博士和主任 和主任分享 當然我們在後面 兩個華人的教委員 當中 都好像打球賽一樣 周圍去 真的要發球 令到我們的主任 一定要聽我們的聲音 所以真的很感謝你 Ron OK 都是做事一起 所以特別說一下 因為其實 在現在我們的教育局 剛才Ron都說了 在法律上 我們沒有權 叫學生去脫口罩 因為 效規可以 因為效規 例如你穿什麼衣服 你是不是要守時上學 這些效規 基本上他們可以 在教育條例 容許 但去到你剛才 Ron說 新與死 我覺得 都認同是家長的選擇 但我也想提提家長 其實在 雖然我們開了門 有個No 現在就剔除了它 大家要想一下 是不是真的戴了口罩 就已經可以解決整個問題 這個我需要大家去思想一下 第一 譬如我們有些很小的小孩 4至5歲的 JK和SK 你如果想一下 我都要小朋友戴口罩 那你想一下 我又不是專家 但是我知道 跟我們教育局 他們唯一 二認為有效的口罩 叫N95 N95 跟外科手術用的 Mask 又不同 譬如 可能大家見過 都是一些 例如白色 把整個 像一個杯子 去吸住你的口罩 那你吸了之後 其實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用過 譬如油油的時候 不知道你有沒有用過 其實吸了下去 呼吸也很辛苦 我們現在的小朋友 上學 可能由8點 到2點 你想一下 一個小朋友 吸住 他可以維持到幾個小時 這個要留一想 比如他們小朋友 可能有空去喝水 吃餅乾 下午吃午餐 在那個時間 他一定要脫 要戴 可能一天 都要戴 起碼要預備 三 四個口罩 給他 因為有時候要出去小朋友 要趕他出去玩 你要看到小朋友 如果這麼小 都要觸碰 口罩外面 又要脫下來 可能他吸得久 裡面又可能很濕潤 那會不會就是這樣 Dr.William 覺得有高風險 不要說這個病 不要說這個 coronavirus 會不會可能 因為這樣 而感染到 比如雙風 或者感冒 其實大家都知道 現在是流行雙風的時段 反而會感染到其他病 所以我覺得 戴口罩 都可能要視乎 那個小朋友的年齡 還有他適不適合戴 因為如果呼氣這麼辛苦 我自己真的 你如果叫我戴N95 這麼多個小時 我相信我受不了 我會回家 可能上學還沒回到一半 就可能要回家 要休息一下 那最理想就是怎樣 其實有病的小朋友 就不要上學 當如果你整間學校 是沒有人有病的話 那基本上 戴口罩做什麼呢 即是多餘 但是另一個方面 這些家長是這樣想的 就是因為怕那些小朋友 可能從中國大陸來 我又不知道他是不是有這個病 所以我們要保護小朋友 所以其實這兩樣東西 都是令到 其實我都想了很久 什麼是最好的方法 那我發覺 我不知道Rony怎麼想 我覺得 這個世界原來沒有最完美 現在的情況 我想每個家長都有自己自保的解決 即是一個看法 去到怎樣為之 對他們保護的小朋友 每個人的標準都不同 所以我們只可以盡量 去到在學校的環境 給一個Flexibility 就不是一個絕對性 在當中 以至到我們在一個負責任當中 剛才說過 其實這幾天實在發生太多事情 昨天世衛Emergency 然後今天 今天就是香港 宣布了整個Full School System 去到2月27日停學 其實很大劑 你想一下 1月31日就是 即是今天 三間香港的大學 停課停到3月2日 澳門所有的學校 Indefinitely這樣停學 這個是很嚴重的 先拉回來加拿大 我想知道 如果加拿大要發生幾多個案例 或者線畫到哪裏 才會說學校現在停課 我想要問一問 杜魯多先生 暫時你們都不知道 或者拿不到答案 你叫我猜 可能在Witchburn Hill 或者Markum 突然說 人傳人爆了一個出來 而那個人 不是在 曾經沒有去過 在中國大陸 或者武漢這個地方 我相信 他們才會醒 就會覺得 現在在Markum 就有問題 人傳人 所以他們可能會 按到上去 會做些事情 明白 在學校方面 我知道 你們說 如果戴錯型號的口罩 是沒有用的 如果戴適合N95口罩 但是戴得錯用的方式 也是沒有用的 因此 學校不如叫小孩 不要戴口罩 這就是個點 我想是Dr.William 他的解釋是這樣的 雖然我們不知道 老實說 在我這麼多間學校 我沒有見過 我任何一個學生 戴過口罩 唯一 在整個約克區 有三個 批准了戴口罩 原因是什麼 有一個是因為 他做了transplant 就是這個器官移植 令到他那個 肥膜系統是很低的 所以醫生 寫了很多的 需要給學校去做 其中的原因 就是戴口罩 這個唯一的原因 是校方或教育局 是批准的 至於 去到現在這個情況 戴什麼口罩 或者戴口罩之後 小孩會怎樣反應 其實我和你都不知道 OK 不如這樣 Peter 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如果在學生 在學校傳染方面 究竟的危險有多高 其實政府他們想用的方式 其實他們做的事很有道理 只不過可能需要多解釋 給市民或國民知道背後的原因 如果當你是在責任 你作主 你設定的政策 你會怎樣設定的政策 其實 因為剛才Ron 也提及過 這個戴不戴口罩 其實 因為我們加拿大的自由社會 應該是由父母決定 這件事 教育局最多是 有一個指引 可以說 encourage 或者 discourage 但是 最終 如果小孩染了病 你教育局是不可以負責的 始終都是家長做的事 但是 他們現在說 不鼓勵戴口罩 是很有原因的 而我自己覺得 背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不想有病的小孩戴著口罩 如果你全校所有人戴著口罩 你很難找到誰真的有病 對所有人的風險就會大了 但是如果你全校的人 是沒有什麼人戴口罩 有一兩個人戴口罩 你就馬上知道 其實那些小孩是不應該上學的 現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是對的 他的指引 但是就不應該說 完全禁止 我想容許我加插一點意見 戴口罩那件事 我在Go Train 的時候 因為通常 Go Train 高危 是很容易感染的 因為它是密隆的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個氣度的時候 某個人在第二卡車 即打黑癡 都可以影響到我們 所以我經常上到Go Train 的時候 我知道附近有沒有菌 因為是很明顯的 我會有自然反應 所以最近 我都自發性戴口罩 但我不是戴N95 我只是戴普通的 因為我沒有N95 發覺其實是很不方便 到有一天 我沒事的 突然間可能落到去 就是在那個位置 可能上一手 寄送了些菌 因為我不知道 那我就進去 突然間錯了一輪 為什麼自己頭暈暈 然後又打黑癡 在戴口罩 打完黑癡 之後 那些水都流在 那些面膜裡面 然後就脫掉了 脫掉了 一脫掉了 去廁所搞定完一輪 清洗完 B the way Go Train裡面很厲害 洗完手 它有紫外線的 即是那些 替你乾手氣 殺菌 然後回出來 不行了 不行了 不戴 就這樣坐在那裡 嘩 呼吸氣度好很多 我簡直不感覺 那些菌可能 在面膜裡面 所以其實這個可能 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 第二個原因 想大家記得 當年沙士在香港 曾經有個女醫生 是不是 那個女醫生 即是有沙士 他染了他都繼續做 為什麼其實當時 有幾個醫生 染了沙士 他帶齊N95那些東西 但其實有一件事 他們在做事的時候 他忘記了 可能在附近有發病 在面膜外面 就已經有菌了 有菌的時候 或者抹臉 或者抹膳 然後 然後一會兒 這裏痕 又搓一搓 眼痕又搓一搓 結果就是因為敷眼 或者搓鼻的時候 鼻鼻的覆蓋都是眼 搓眼的時候 就出事了 所以其實面膜 就是當正你到處 附近有病的時候 更大機會令你感染 這件事其實已經有人 出來說了很多次 可能很多家長 沒有聽過這個笑 或者我們去完廣告 回頭再繼續這個節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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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1 2 3 這個沒有用嗎 沒有用 可以了 謝謝 謝謝 沒關係 阿倫寫給我 謝謝 我想整個節上半場都可以 一一節按 因為可能有些禁止 很簡單 你只要有個special cut給我們 本來是special cut 當然沒有問題 那是OK 你兩個講得好 你講過的東西 我有想過 但你一次過講出來 就很structured 所以這個講法 如果下半場可以多講 這隻細菌是什麼 還有什麼 下一個題目是什麼 基本上是 有沒有一些連貫性的東西 你是不是會做個surveyor 有想過 再講 可以下一個 好 好 你留在這裡 你留在這裡 我走了 OK 我在下個星期 OK OK 可以 可以 好了 又來到下半場的時間 麻煩了Alan Alan 要有些事趕去其他地方 今天Alan說得好 Jeff 是 下半場我們要講些什麼 今天請了個特別嘉賓 Dr. Peter Lau 他在 University of Montreal sorry McGill就有個 Bachelor of Science degree 跟著 U of T 讀了個 Master of Health Science 跟著 University of Guelph 也有個 Doctor of Philosophy 在Department of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他自己在 他的 學生中 大約有12個 不同的 還 co-author了 有個 U.S. Patent 研究了一些 但我知道 除了你做這件事之外 你告訴我 你和不同的 公司 譬如申請一些 grants 做research 但你自己本身 最近也 有做3D printing 教小孩子 以及 會飛遙遙控制的 drone 其實你也是一個 很聰明的人 多才多藝 是的 但今天 我出了個題目 其實是自由題 因為我知道 很多不同的人 都有不同的知識 關於這個 virus 或者病 我就想看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究竟這個病 在加拿大的環境之下 會不會傳染 或者加拿大人 本身應該有什麼 awareness 或者略略地說一說 這個新型的冠狀病毒 英文叫做corona virus 其實這個冠狀病毒 其中有另外幾種 可以導致普通 所謂的雙風 common code 有一半是由rhinovirus 造成 而另一半是由 corona virus 可以造成普通的雙風病症 但是 這次的corona virus 應該由野生動物來 變種 所以它的殺傷力很強 但是 又沒有SARS那時候 殺傷力那麼強 因為當時SARS 2003年的時候 死亡率是 差不多是10% 因為當時有8000人染病 有800人死亡 但是現在暫時的數據 顯示 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大概它的死亡率是 2.5-3% 今天數據2.2% 多謝 這個是不是視乎個人 自己的免疫能力 是不是一定是 年輕就強些 年紀大 弱些 所以病菌就會 侵蝕到我的健康呢 那個死亡率是 全世界的 所以是平均數 當然如果你的身體很健康 可能你的死亡的機會 是小很多 或者視乎沒有病徵 你可以帶菌者 但是你很強壯 所以你是沒有病徵 你是 detect 不能夠 detect 是嗎 沒錯沒錯 是由上個月開始到現在 有很多所謂的隱形病人出現了 這些隱形病人有兩個可能性 有一個可能性就是 因為他們的身體比較強壯 他們可以抗到菌 好像今天最新發現 全國第四宗 我們加拿大在倫敦市 那位女士 是一個女學生 應該是大學生 在Western University 她差不多沒有病徵 這是一個可能性 可能她的身體本身很健康 但是有另一個可能性 就是這個病毒 其實她一直在演變 但是現在可能離開了武漢之後 似乎她變得弱了 這個我應該說一說 因為其實現在可能很多聽眾覺得 為什麼這個病毒現在全世界這麼緊張 中國政府這麼緊張 現在世衛又說是一個緊急的情況 但是其實你看回所有的數字 普通的流感 其實每年我們的死亡率是10% 全世界來說 但是很多人是不打針 覺得沒有幫助 但是其實如果全世界打了針 流感是不會10%的死亡率 會低很多 只不過人們不相信 也沒有辦法 但是現在這種病 其實她的死亡率 是低於流感很多 為什麼這麼緊張呢 其實是有原因的 原因就是 其實現在因為越來越多人染病 我們是不希望這隻病毒 會變成像流感一樣 每年都重複回來 如果多到某一個數字 譬如全世界有幾十萬人染病 這樣就不能斷尾 每年可能重複回來 或者幾年之後又會變種 變得更厲害 好像流感有時候會變禽流感 有時候會有豬流感 這些變種 所以我們現在要趁這幾個星期 這個機會來 即是stop it at its tracks 即是及時停止 是的 Peter 我有兩個學術性的問題 第一個 你說如果抗散了 就會有機會復發 我想說豬流感 豬流感當年 因為覺得它是mortality rate高 所以相應的措施不是那麼多 當時也沒有疫苗 結果在墨西哥爆發之後 一年之後 在整個一年之後 到不同地方爆發 死亡後有一個報告是說 20萬人 在2012年翻查 組織了有20萬人死亡 而且又併發性 因為心臟和心臟問題 死亡8萬3千人 這是一個很可觀的數目 聽你講 會不會痊癒 也會走回來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這次這麼驚嚇 可能程度上 因為大家發覺 這隻菌 跟中東肺炎一樣 中東肺炎 當時是一隻蝙蝠 因為人家吃蝙蝠肉 或者太接近 所以在那裏變成了 然後我們協定了 當時的死亡率是36% GINO 就是70%很相似 所以人們一看到這些資料的時候 這次又是蝙蝠 這次不是駱駝 但是就是蛇 蛇也是人吃的 很多人吃的 然後分析了 然後就可以合約到 其中一個我自己想過 會不會 當然是 我覺得是有原因 人們特別驚嚇 因為中東症是36% 死亡率是相當高的 去到這波 這波是50% 但是比起沙士 就只有10% 其實跟普通流感一樣 我想問一個問題 吃東西 譬如我吃過蛇 或者吃過蝙蝠 是不是會感染的機會 多些 因為我們吃的東西 是在我們人體裏面 可能未必一定是 但是那個蝙蝠 就是很絕對相信 如果真的有一個病毒 來帶著一些蝙蝠 如果你本身 是自己曾經有吃過蝙蝠 或者吃過這個蛇 會不會引發出現問題的機會更高 這是第二個學術的問題 或者先回答你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豬流感會不會回來 因為流感這件事 已經擴散到全世界 你試想想 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時間 所有的人沒有流感 即使是不停地傳來傳去 因為你可能聽說 流感的季節 但是北半球和南半球是相反的 大家在這裡傳來傳去 其實是一直不停地有人有流感 所以豬流感是絕對有機會回來 因為只要流感 再去到一些動物 有變種的情況出現 就會有豬流感 可能下次不是豬流感 可能是另一種 它們核心的基因都是一樣的嗎 不是 是 流感的病毒是不同的 是 好 即是豬流感是屬於流感 是的 是 新冠病毒是本狀不同的 好 好 因為沙士是蝙蝠傳給果子尼 然後再傳給別人 這是一個理論 不是的 是果子尼 是果子尼 MERS 即是中東的菌 就是 落朵 但是現在這個 新的冠狀病毒 它的基因都是最接近蝙蝠 那裡找到的 冠狀病毒 說回第二個問題 就是 你吃了蝙蝠或者吃了蛇 蛇這個問題 其實現在還未證實 很多都是猜測 但是沒有科學的根據 是從蛇那裡來 因為他們不是真的找到蛇的基因 是嗎 是未找到的 但是蝙蝠就一定有了 蝙蝠是 我檢查過 真的 是87%配合 它的RNA 在蝙蝠收集到 是2015年他們的研究 收集到蝙蝠裡面的病毒 與現在這個病毒有87%配合 你吃了蛇或者蝙蝠會不會 容易一些 中毒是不會的 因為 你14天的蝙蝠期 就是潛伏期 過了你沒事就沒事了 不會說 你現在 令到你的身體弱一點 還是怎樣 這個反而是你 本身的健康狀況的問題 明白 這件事我和我女兒討論過 她也是做這方面的事情 但是她就在銷售方面 她沒有報告說過 就是吃東西的東西 就令到你吃得多 某樣東西 就令到如果和那類型有關 說比較不好 吃多些蝙蝠 就未必有相連關係 是的 剛才我提到第一個原因 為何他們那麼緊張 就是擔心 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變成像流感一樣 在全世界傳來傳去 永遠都不會 像沙士一樣 第二個原因就是 當是傳來傳去的時候 怕她變種 變到她的殺傷力很強 那就比較嚴重了 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 在這個月的情況 她的傳播效率 是高於沙士那些很多 她怎樣傳呢 其實現在還沒想到 有報告說 在中國大陸 即是武漢那裡 有個醫生 她是去過幾間醫院 當值的時候 她是由頭到尾戴著 口罩 是身穿N95的口罩 但她都感染到病 她懷疑是 在眼裡可以進去 剛才兩位教委都說過 我剛才聽的時候 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有時候 跟家長去談的時候 我想她們最大的經驗 都是比起2003年的時候 因為中東病毒的時候 未必是最直接給我們華人的圈子 即SARS和今次的新型冠狀病毒 即是那個特質 剛才我聽到一半 我也看過那些文章 他就說 殺傷力沒有那麼厲害 但速度去得比較厲害 對比SARS的蔓延 蔓延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她的殺傷力就強很多 即是有沒有一個 簡單一點 給聽眾或者我自己都可以學習 因為有一個比較 我們本身是 那個華人圈 有些人經歷過SARS 有些醫護人員 他們覺得在前線的時候 當時真的是 好像一個戰狀 很恐怖 對,我也想聽聽 或者在微生日學上 有所謂的R0 即是一個人病了之後 他會傳給幾多人 即是平均來說 這個平均數 前幾天香港大學 就估計這個病最低是2.13 暫時來說 但是應該會高一點 2.13就是什麼 2.13就是說 平均一個病人 他會傳給2.13個人 當R0這個數字 大於1的時候 這個病就會一直傳出去 如果低於1 他就會慢慢消失 SARS當年也是這個數字嗎 SARS也是二了 但是如果你能夠控制 就算高於1 他也可以完結 但是如果你控制不到 他就會一直蔓延出去 我回到最後 想說一說大局 為什麼人們這麼緊張 其實通常 有漏派的時候 很多時候有恐慌 因為很多資訊 不是很清楚 所以有所謂學術上 他們叫做Fear Week 即是驚慌的程度 其實當時 我們還沒爆發 但已經爆發了 每個人都好像很害怕 接著 真的爆發了 譬如好像武漢那些 真的爆發了 他當時就一直發病 接著直至第三期 就叫做Control Week Control Week 應該是有疫苗 有疫苗 當年SARS 其實也不是有正式的疫苗 香港You 就做了三年前 已經開始做一個疫苗 希望減低殺傷力 其實那個想法是相當之好的 其實Peter 你有沒有看過 袁國勇現在採用什麼方式 有沒有留意過 其實因為冠狀病毒 都大同小異 經過上次SARS和中東病毒之後 可以說他們還未與籌謀 可以說是 因為其實這些病毒爆發 不是說會不會是什麼時候 等於地震一樣 就像地震一樣 有些地震區 不是說會不會再地震 是一定會再地震 不過是看看什麼時候 可能是幾年後 可能是十幾年後 可能是幾十年後 但是根據我們人類的歷史 傳染病 這些病毒造成的傳染病 每五年十年又會回來 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幾年前就開始研究一種疫苗 不管你這種新的病毒是什麼 總之會有少許的效用 因為他們用之前的病毒來作參考 等於你流感的疫苗一樣 有不同的疾病 但是就算你的疾病是不同的 但是你也會有保護的作用 核心的原理就是 就像麥康尼康律那樣 有病星群 裡面有些Clorine、Aldine 就是這樣吸引它 如果它有相對的元素 就是吸引它 令它不產生 類同這樣的科技 然後減少了它可以再生的能力 大致上都是用那類型的東西 其實他們是研究 這個病毒如何進入細胞裡 它發覺是跟沙士和以前中東的病毒 因為它的基因如此相似 其實它的方法是一樣 所以大同小異 就是看它怎樣結碼 就是阻止它結碼的方法 沒錯 可能製造一些環境 令它沒那麼容易可以結合 所以其實它做了這件事 不是說這次 總之類同是冠狀的病毒 也都可以適應 如果去到influenza 就是流感那些 又是另一種元素 是不是這樣 是流感又是另一種病毒 所以是不同的 但是因為沙士和中東病毒 和新型冠狀病毒 是同一種病毒 所以等於一個餐廳 它已經煮好不同的菜 客人點菜要什麼時候 就加些東西進去 或者做不同的竹 而且它找到一個方法可以做 它要試的過程 當然當然是在試動物 通常的過程 就算是趕也要整個月 可能是2、3個月的時間 但它有時候可能會快些 就是pallet流測試 到了2、3個星期 這個似乎有些成效 因為要救人 救死人 可能就找2、3個試 這樣也不一定 是的 其實美國方面 他們有一些特別的例外的情況 如果疫苗是不用試人 在省時間 可以有機會救到很多人 他們是會批准的 只是跳了人類的測試 只是動物 有這樣的可能 我不知道你們有否其他問題 如果沒有 我就想問疫苗的問題 這個經常都會回來 疫苗的成功率大約是60% 很多人估計 所以很多主流 尤其是高薪水 他們不是很願意做這個疫苗 其實你從化學生物的角度 如何評估這件事 其實我們生物學上有一個叫做 Herd Immunity 即是群體的免疫力 大家去打這個疫苗 其實不只是為了自己本身 因為有些病是感染後 你自己可能沒有什麼症狀 但可能你會遇到一些老弱的人 令到他們染病後 可能他們死了 或者很嚴重的病 所以是所謂 你衰不殺白人 白人為你而死 所以其實疫苗這件事 是大家的社會責任 可能對你有不變 可能有些人打針後 第二天可能有些不適 但整體來說 是應該做的事 就等於投資口罩的問題 也有些案例說 打完核仙後 突然間有病發症 令到他有死亡 這些角例我們也有聽過 但整體上 在健康管理的角度 其實這件事 對整個社會有幫助 所以也會勸喻多些人 打這個疫苗 是比較好的 沒錯 而且每一次有疫症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人在說 一些沒有科學根據的事情 令到大家都很擔憂 很不安 很不安 那些偵犯的理論 其實說到疫苗的期間 最初我們認為是14天 但今天 澳大利亞的醫院 醫院的醫院 醫院的醫院 已經走出來說 好像是代表所說的 是平均的5天 即是他說過的同數據 所以其實 大家反而 因為中國已經爆發了很久 如果是出事 那些已經大家知道了 還有中國方面 已經知道 如果知道那個人發病 是不讓他上機的 這個已經說了出來 還有今次中國的動作很快 所以大家要 不要未必一件事 有大家想像這樣 尤其是我們加拿大 在目前來說 我看不到 沒有科學根據說 病毒在加拿大爆發 因為就算說四個個案 是一個 我覺得是很適合的事件 頭兩個個案 太太已經一早在家 先生今天已經開放了 而第三個症狀安省 Western Ontario 那個 她是沒有症狀的 但是她是跟足指引做 其實在生命方面 每個人都擔心 所以她知道她有這樣的症狀 尤其是從中國回來 她一定會跟著指引去做 她比她還害怕 在生命之前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相信 制度當然是有效的 在Peter還沒回答 和Ron還沒說之前 我們11點鐘 這個電台節目就是停 所以如果三機旁邊 你想繼續聽我們說話 這一分鐘這一刻 你馬上去Facebook 找Alexiu A-L-I-C-K-S-R-U Alexiu 他現在做Facebook Live 我們11點之後 會繼續Facebook Live 我們四個人會繼續說話 OK Sorry Ron或者Peter 我剛才忘記了那些問題 你準確 我代用三機旁邊問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2020年1月31日 星期五 我覺得我自己可能感染了 或者會不會太遲去打Flu shot 雖然我知道 我看到Corona virus 是沒有疫苗的 但是我打了Flu shot 都會令到我身體強壯一些 就免得我真的感染到Corona virus 是不是其實現在去打Flu shot 是一件好事呢 Peter 如果你之前沒有打過Flu shot 都應該打回 但是對Corona virus 是沒有幫助的 沒錯 因為它根本不是那個 是流感來的 Corona virus沒有這個疫苗 但是Flu shot 都會令到我的身體強壯一些 因為Flu shot通常是三種不同的Virus strain 起碼我自己不會病 而免疫能力弱了 就可以抵抗到Corona virus 這個想法是對還是錯 但是你有症癌 就不應該打Flu shot 我想知道Peter的看法是對還是錯 但是如果你有症癌 是不應該打Flu shot 沒錯 剛才你說你有症癌 謝謝 Ron 我剛才想起那個Incubation period 我看過不同的報告 他說到最新更新的時候 甚至有些兩天 他說到最最新更新的時間 到14天 之前早幾天的時候 因為每天是改變的資料 就說可以到17天 其實這個 科學家是怎樣去到 是一個可能性 甚至要回答 其實這個病毒已經是 可能是五、六代的病人 所以他一直是在變 所以 一樣在變的事情 你要估計他是非常困難 所以 聽回他的平均五天 OK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為止 如果你繼續想聽 去Facebook Alex Hill 找Alex Hill就可以了 拜拜 可以繼續 有話要繼續說嗎 有 但我們要說大聲一點 幾個 叫我們Speak Louder 是的 Speak Louder 是的 我就可以給一點點 對於家長 有一些 現在不是在發聲嗎 那邊的 全部都在發聲 全部都在發聲 不用用咪 就這樣說 那那個 有家長問 Sanitizer 小學那些 就很想學校去 Sanitizer 洗手液 接著 我得到教育局的解釋 某程度上 我都會去到 同意 就是 Sanitizer 給一些太小的小朋友 他可能會當作 蒸在口裡 雖然苦 他會馬上不喝 但他已經下去了 那麼 他們會給自己大一點點 比如三四年級 自己帶一瓶 Pocket Size 但學校呢 就是教育局 第一 那個 Purchasing Process 你等到那個 Processing Process 已經 已經 揹上了 所以 自己帶 學校 沒有那個Budget 我想告訴那些 家長 聽到 其實你可以自己 要帶的 其實這個洗手液 其實都是一個 我自己都有 有用的 還有現在 SoLow Harel Harel 沒有用的 廣告說殺不了 這個Virus 反而用肥皂洗手 洗乾一點 洗長一點 那個方法更好 嗯 其實 大聲一點 這個 洗手液的問題 因為 這種病毒 它傳染方法 可能 不單止是接觸 可能是 近距離的 一磅 所以 如果有個病人 在你面前 打黑癡 不知道你多少 洗手液 都沒有 但是 當然 幫助到你 可能 電了一些東西 是 病人電過的 然後你認了洗手液 這樣 就減低了感染的機關 問一個 如果他真是 真是有個人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但是他真是 打黑癡 真是 剛巧他 太快了 我馬上去到洗 這個動作 已經是too late 還是 都有個 有個 機會 已經too late 已經too late 所以 你應該 還未 還未 最好 做的事 就是 自己身體緊張 萬一 都病 都可以抵抗得到 因為 其實看回死亡率 其實是很低的 比起 流感來說 所以如果你 覺得流感是沒有什麼 你都不去打針 你根本就不需要害怕 這個 生活 動作 只不過我們 這麼緊張 是不想他 留在這個 世界上 傳來傳來傳來 是這樣的事 而且害怕會變種 變種 我想問你一個 學術性的問題 這個就比較重要一些 通常 就是 現在 人們說 沙士的時候 就是初頭 就是由 物體傳人 然後人傳人 然後 人 然後 慢慢 有些核心之後 然後 就令到 它抗爭 回到 在那個 離開 人 那個 那個 做法 是怎樣 我 因為我 聽到他們說 但我不知道真實 怎樣發生 是怎樣發生 是用什麼 方法令到 它不再 擴散 其實 不再擴散 是只有幾個方法的 就是 一是 病人死了 或者是 他們好回 你說 它回到動物那裏 其實它不是回到動物那裏 其實 這個世界上 很多動物 那些菌 是那裏來的 都是 你如果去 譬如 亞馬遜森林 你去 很多樹 然後有些新的動物走出來 你又會惹到一些新的菌 明白 所以只不過是 有事那些 就去了 是的 沒有事那些 就已經頂住了 不再擴散 是的 還有它們 它本身有免疫力 可能 這隻病毒 它不懂 怎樣去適應的話 那 你是不會再染病的 但是 流感 因為它 經常都會變 所以我們有了流感之後 好回來 下次又有第二隻 Strain 它表面 那個Coating 有點不同 我又來過 是的 但這裏菌暫時 就未見到是這樣 因為SARS 它沒有搶過來 所以所謂 即是說 它離開了人類 只不過 是我們contain了它 然後就不再發生 是的 譬如好像這個情況 好像蜜蜂 所有 就是細菌去到蜜蜂 都停了 所有細菌去到沙魚 都停了 因為它有抗體 令它打散了 即是所謂 我們要知道 九陰真經 或者什麼九陰神功 及精大法 搞定了它在那裏 contain了在自己那裏 即是 其實就是這個過程 但又要說回 細菌和定毒不同 細菌 因為它本身是一種生物 即是它可以 在一些環境上 譬如在一個桌上 它可以生存很久 因為它自己是細胞 是 病毒 病毒 沒有了一個大菌者 它就會死 這些所謂的virus 一定要有人體 或者發展動物的身體 或者有些傳播門 例如水 水都不行嗎 水都可以 短暫時間 因為水裡面有很多 即是好像空氣都短暫時間 是否明白 是的 因為它在細菌裡面 就不會太久 即是要有個media 有個media 變成最致命的細菌 不是 病毒 最致命的病毒 未必是殺死最多人 那些 因為現在 譬如 伊波拉 伊波拉 它一爆發 全被人死了 那它就 即是未傳到 很多人已經死了 那些人 那一波就破了 所以沒有擴散 所以就沒有擴散 所以就沒有擴散 但是如果你擴散得很快 好像現在 新型狀狀病毒 但是你 很多病人 是隱形病人 也沒有 病徵的話 那變成傳播得很快 那又停留在這個社區裡面 那就會 變成可能幾百萬人染病 如果控制得不好的話 那你幾百萬人 你2%死都很重要 那幾萬人 有問題嗎 有 我有問題 在多倫多那兩個病例 就是 在武漢 有個帶菌者 上了飛機 然後來到多倫多之後 他自己自願隔離了自己 但是他發覺他有症狀 所以他就去了Emergency Room 然後就斷定了他 是帶菌者 而是有症狀的 那我想知道 因為飛機裡面 究竟是不是 就是照我所知 那Air Filtration System 是不可以將Virus 隔離 那就是說 其實那十幾個小時 那個人 在飛機上裡面 他已經是一個帶菌者 但是他可能已經傳染了給他 整架飛機所有的人 而我們知道他的太太 也是第二個在多倫多的病例 那就是說其實 在那架飛機裡面的人 應該全部都是帶菌者 但是可能有一些是沒有病徵的 那我想就 你說了這件事情 究竟我這個想法 是正確還是不正確呢 其實如果 這個第一個病人 和他太太和第二個病人 他們如果在飛機上 沒有戴口罩的話 那很有可能 是有其他人感染得到 是很有可能 其他人感染得到 那跟飛機這個 訊息系統沒有關係 因為 當然 你如果口罩都 穿過 根本是 根本是 有二十個人 然後呢 他最初做了兩個訊息 後來最近 多了訊息 所以 變成五個訊息 所以 正所謂你所說 去到某些人 可能就爆發了 口罩 就是因為病人 沒有那麼高 低 病人不高的 那些就頂住了 就 contain 了它 慢慢自然流失 所以 其實 其實 對大家來說 也不需要 這麼緊張 因為 加拿大沒有爆發 買多點維他命斯 吃多點維他命斯 吃多點水果 你剛才提的 是第四個案例 Western Ontario 那個女生 我有第二個問題 就說 有些國家 因為他知道 在飛機艙裡 是可以感染到其他性 他們就說 在中國來的飛機 就不可以入我的境 但是 加拿大就沒有做到這件事 你覺得 其實 究竟要去到一個什麼的 全世界要去到一個 這個疫症 去什麼嚴重的情形之下 我們才需要整個國家 去quarantine 說外國的飛機 如果是 在一個有細菌 有疫症的國家 就不能夠飛進來加拿大 呢 是否需要去到一個很嚴重的處理方法 其實 WHO的指引是最重要的 現在 他已經說了 Global Emergency 其實 處都政府可能會作出一個調整 我去pick back Jeff 那個問題 就是 就是 男孩說出一個大聲 對 да struggled 對啊 啊 我今天認出了一件好事 另外,我今天聽到說Weston這個女孩 看到一個文章就是她沒有回到學校 其實如果她沒有接觸過那些環境的時候 其實想給到一個普羅的訊息 Weston還是安全 因為她根本不在那個地方出現 是,而且我不想特地針對 由中國來加拿大的飛機 因為這個我想是不公平的 我意思是任何一個國家 如果斷定了她已經有這個Virus的話 那那些乘客可能是帶菌者來到加拿大 加拿大會不會應該有少少她的Procedure處理呢 不是特別針對中國,對不起 但其實現在她今天已經說了幾天 已經說了出來,今天第CP24已經訪問了 她的做法就是說,她有醫療人員 是在中國航機回來的時候,她們做Screening 然後做個病毒 然後如果是覺得要做多一次Health Procedure就會做 當然已經有程序,已經結束了 但她在飛機裡面,她還沒下機之前做過Screening 她是找一個Thermal Detector 照一下你,或者Inferent 檢查一下你有沒有發燒 但其實我就想知道 究竟現在有什麼方法 我們真的可以Detect到 如果一個人是沒有Symptoms的 我們怎麼可以Detect到她 是不是Carrier呢 是否只是Blood Test才可以做到這個 其實現在看回中國的數字 你看到湖北省,他們染病很多 死亡率很高 你看回其他省,都有很多病名 但他們的死亡率低很多 低很多 那你就開始看到 其實第二代第三代病人 第四代 它人傳人的時候 這個病毒已經越來越弱 所以才會有隱形病人的出現 所以大家 你說旁邊這些飛機 其實你就算檢查他們體溫 是沒有用的 因為可能有隱形病人 所以這件事好像很擔心 但是另外一方面你想想 如果染了病可能沒有什麼症狀 所以心靈有多目的 我怕有人看到這一段 就覺得會聽錯了 這個CORONAVIRUS的病毒 越來越降低它的殺傷力 而因此它就不會去防備 即是說不會洗手,不會戴口罩 亦去去那些CROWDS裡面 跟很多人接觸 所以我就想你解釋 究竟是我聽錯了你 還是說我想知道 CORONAVIRUS這件事 會變得更糟糕 繼續變差一點 還是已經停在巔峰 即是人傳人之後 過了幾代就會變差一點 去到一個chipping point 還是我們現在在 decelerate 暫時來說 因為其實 其實我不可以說一件事 因為這個病毒 很多人身上有這個病毒 即是這個人身上的病毒 怎樣變成跟這個人身上 是不同的 所以所有事情都有機會發生 可能會變壞 也不是 但是暫時來說 有這些隱形病人的出現 似乎是變弱了 對 似乎是變弱了 暫時來說 但是 不代表 不久的將來 他會接觸到別的群 然後再招呼 然後再招呼 然後再變得更加 殺傷力更加強 但是暫時就沒有 這個情況 今天好多謝Peter 謝謝 謝謝 講話很謹慎 以及很清楚 謝謝 謝謝 你的影片出來 應該就 那些人會更加清楚 我這邊不知道收音會不會這麼多 好了 謝謝Ron Peter Jeff OK 拜拜 謝謝 拜拜 接著我們又跟這個 講一聲 拜拜 拜拜 先讓Alin轉過來 拜拜 拜拜 謝謝